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跟進美國大選的情況之前 今天有關於大陸的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在前幾天 大陸的官媒宣稱 貴州省政府轄下的九個國家級貧困院正式脫貧 貴州省成為了中國最後一個完成全面脫貧的省區 這個消息其實也意味著 中國政府能夠 如期在2020年底之前 完成到官方定義的 全面脫貧賣入小康社會的目標 聽起來就相當之架細糖 簡直就是厲害了 在武肺大流行的情況下 全球都呈現著經濟下行的現象 貴州省仍然能夠 完成得到這麼艱鉅的脫貧任務 想必貴州省的經濟增長速度 肯定是快得不得了 沒理由經濟衰退 衰退就脫貧不了 究竟貴州省有什麼土特產生產出來 是可以導致 增長這麼快 可以脫貧 是不是生產茅台可以救國 哈哈哈 真的不知道 因為報導都沒有說 為什麼可以脫貧這麼快 大陸現在宣稱全面脫貧 到底那些國際組織 比如說世貿組織 是不是應該重新界定中國現在的狀態呢 到底中國是否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 還是一個已發展國家 甚至乎是進化到一個發達國家呢 你要小心界定才好 不要看小中國 是不是 不要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 尤其是中國現在 既然現在都發展得那麼厲害的時候 到底是否應該享有發展中國家才應該得到的一些經濟 或者貿易上的 特殊待遇呢 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在今年發表的一份報告也都說 中國已經是取代了美國 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 究竟國際組織 是不是應該將上述的因素 納入考慮之列 重新來評定一下 究竟中國現在是否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呢 有大陸學者做了一個研究 他所得出的結論 與官方的說法 似乎不是太一樣 根據北京師範大學收入分配研究院副院長 曼凱遠的研究報告顯示 即使有部份的中國人 的確因為經濟增長 而進入高收入的階層 但是確實有接近6億的中國人 每月收入就是低於1000元人民幣 在這6億人當中 有5億5000萬人 收入就是低於1000元 4億2000萬人收入就低於800元 2億2000萬人收入就在500元以下 其中還有546萬人 是一元雞收入都沒有 數據就放在面前 到底 根據國際的標準 貧窮線是應該怎樣來定 其實世界銀行就有一個很清晰的準則 目前中國的人均GDP 就是大概7400元美金 按照細銀的定義 中國就是一個 中等偏上收入的國家 在中等偏上收入的國家 如果每個月的收入 是人民幣1080元以下 就是為之貧窮 如果每個月的收入只有375元人民幣以下 就更加可以定義為赤貧 就是1080元以下就叫貧窮 李克強總理今年才說過 中國有6億人口就是1000元收入以下 豈不是 這班人就是為之貧窮人口 根據細銀的定義 但是上星期官媒又說全面脫貧 賣入小康 那究竟 應該從何說起 我們還有一篇奇聞共賞要說 這篇文章是11月25日新華社發表的 標題是 美國政府治理呈現多重的亂象 即是美國政府經濟搞不定 裡面有一段寫得挺搞的 他們說 專家認為 不知道哪個專家 他沒有說 疫情加劇了美國底層人民的生存危機 但是美國財富分配不均 所造成的中產階層危機 就一早已經存在 並且持續惡化 正在引發社會和政治的動盪 總之看他這個描述 就說得好像美國人民 民不聊生 以及活在水深火熱當中 但是實際的情況到底是否這樣 美國媒體 在VOA做了一個非常不客氣的反駁 他裏面這樣說 說中國的窮人 究竟願不願意去美國做窮人 而美國的窮人又願不願意去中國脫貧呢 結論是 是不言自明的 這個駁斥 根本就已經 解釋了 實際 原來美國對於 貧窮線的標準 定得很高 原來 美國的單身人口 只要收入是低於 12700美元 即是折合大約 84000多人民幣 已經為之 貧困了 人家貧困也在說每年的收入 有百分之一 遠遠超過每月1000元人民幣 這正好解釋到 為什麼大陸宣稱全面脫貧的情況下 仍然有那麼多人想投奔外國 移民外國 尤其是移民到美國 照計應該努力建設大灣區才是 既然都發了 全面脫貧邁向小康 又不是這樣的 所以也解釋到 為什麼香港的社會福利是那麼吸引 尤其是綜援金 那些人一下來 不用做 就可以立刻去申請 稅都不需要交 外國如果是新移民 未做過事未交過稅 怎麼可以這樣領福利 現在去申請綜援 一個人去的話 每個月都有2000多港幣 就已經多過1000元人民幣 如果是多幾個人 一家大小去申請 萬多兩萬元也有得給你的 那你說那些人是不是好過做 怎麼都多過1000元人民幣 所以 香港在過去的十幾二十年 那些左翼人士 左翼分子 一味懂得去幫新移民 爭取這個福利 那樣福利 又說一下來就可以馬上申請公屋 那些人也有那麼長 本來就是七年才可以申請 多得那些左翼分子 在十幾年前 猛地去爭取 特區政府看到你有這些訴求 那就求人得人 現在根本上是 沒有那樣做那樣 無緣無故整達就是這些 好搞不搞 爭取本地人的福利更好 現在特區政府就說搞了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 出來 初期就有特區政府 貼錢資助的 有津貼的 看起來那個月薪就好像 對於那些剛剛畢業的大學生來說 好像挺吸引的 但是現在全球 都是爭商 在香港 爭取人才 尤其是 英國也有5加1計劃 那些畢業生其實還可以去英國 讀多個碩士學位 一年製課程 售課式的碩士 很便宜 跟香港讀差不多價錢 加拿大又說歡迎你去讀書 澳洲又說歡迎你去讀書 所以昨晚有一個 大學畢業生的聽眾打電話來 我也建議他 畢業以後可以有很多的路向 現在簡直就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 那麼多個先進國家去 欠人才的時候 就肯定要好好把握才是 因為不僅是讀書那麼簡單 讀書的年期 就可以計算在等候入籍的年期 一舉兩得 而且加拿大那邊是三年 簡直就是好處 所以 無論去哪裏都好 那麼年輕 如果說去完之後發現 不是很對勞 不是很適應 或者不是很喜歡 那麼到時看清楚局勢以後 再考慮一下回流與否 這些是無所謂的 很自由的 始終來說 去到外國那裏讀書 讀了回來 那些知識 那張沙子 就是你一輩子擁有的 不會說浪費了時間 浪費了錢 年輕就最好 時間成本就是最低 如果說到時真的不如意 要回流回香港 就當去見識貴一場 對於一個漫長的人生來說 都是沒有損失的 對於一個漫長的人生來說 如果說 在當地都找到工作了 覺得沒什麼問題 那就更好了 對不對 所以 真的要好好考慮一下 那麼多個優質國家 現在一次過提供選擇給你選 你就慢慢攝高床板 想清楚 就不是貪圖的 形頭小利 去錯地方 啊 那就一輩子了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